院长再往上 就是卫生局局长 老天哪 不会是卫生局局长吧 我看着陈景 谁知道啊 陈景小心地说着 这个事儿 可不能乱说啊 说出去是要负责任的 这卫生局局长 是刘姐的前夫呢 曾经跟着常务副市长 做过好几年秘书 下去做了副县长 又回来的 在市里啊 也是有些根基的 我一想 这大鱼绝对不是宋明正 这把火是宋明正 亲自烧起来的 它总不会引火烧身吧 不是宋明正 那么这个大鱼会是谁呢 我正琢磨着 刘飞来电话 说马书记让我去一趟 我忙去了马书记办公室 刘飞也在 马书记见了我开门见山 小江啊 我要去郑州 开一个 华中报业发展经验交流研讨会 在会上 要做典型发言 你呢 给我整一个二十分钟的发言稿 这是会议的通知 发言稿的要求都在上面呢 三天之内给我出稿 说着 马书记递给我一个文件 我忙接了过来 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刘飞 突然觉得 这不大合适吧 这给老板弄发言稿 一向是办公室的事情 我插手 这不是越足带袍吗 这个 马书记 要不还是让刘主任弄吧 刘主任一向弄这个很有经验的 我从来没有弄过呀 不懂啊 要不 就让刘主任为主弄 我配合 不行 我说让你弄 你就给我弄 哪里来那么多废话呀 马书记一瞪眼 看了一眼刘飞 又对我说的 刘飞的思路太老套了 根本就不懂报业经营 没有新时代的报业经营思维和理念 挣出来的发言稿老套路 没有新意 你给我弄 我看你又没有什么新思维 刘飞站在旁边 尴尬 而又公顺地点头笑着 我一听马书记这么说 不敢再违抗了 王点头说道 好 那我尽快弄出来 给刘主任审定 不用给刘飞 直接给我 马书记又说 哦 是 我盲顶头 好了 去吧 马书记摆摆手 我拿着会议通知 忙出了马书记办公室 临出门的时候 我看见刘飞冷冷的眼神 虽然那个冷啊 很深 很隐蔽 但我还是看出来了 我从来没有弄过这种讲话稿 拿了文件看了又看 上面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谈新时期 报业经济发展的好做法和新思路 这好做法在哪里呢 这新思路到底是个咋个新法啊 我蒙圈了 我没有回办公室 拿着文件懵懵懂懂 下意识地去了市委宣传部 柳月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 我唯一想到能指点我的 就是柳月 到了柳月的办公室 门开着 确实没有人 我站在走廊门口看了看 走廊顶部的小会议室里 正有人在开会呢 有人出来 门一开 我看到柳月正坐在里面 还看到了马书记的背影 马书记怎么跑得这么快 比我来得还早啊 这个时候 柳月也看到了我 站了起来 接着走出来 过来 你怎么来了 来 进来坐 我正在开部长门工会呢 哦 我进来坐下 大概要开多久啊 嗯 大概还得一个多小时吧 柳月说的 哦 那你去开吧 我在你办公室里等会儿 行 有什么指示啊 没有指示 有请示 我仰里仰手里的会议通知 老板让我给他弄一个会议发言稿 要有心意 我这不是跑来请示你了吗 柳月一听 忍不住民嘴笑了 伸出手 把那个会议通知给我 我带进去 边开会边看这个 我给了柳月 柳月转身出去 自己倒茶喝啊 在我办公桌 右下角第三个抽屉里 有好吃的点心 自己拿啊 我继续开会去了 说着 柳月冲我笑了笑 伸手把他关上 这样 柳月的办公室里 就只剩下我自己了 我坐到柳月的座位上 感受着副部长的味道 我不渴 也不饿 却想看看是什么点心 我拉开柳月的 本宫桌右下角的第三个抽屉 一看 忍不住笑了 都是棒棒糖啊 我来了兴致了 拨了一个棒棒糖 含在嘴里 扎沫着有滋有味 我随手翻阅着柳月 办公桌上的记事台里 看到今天的日期上面写着 一 部长办公会 二 国庆前后 去北京送稿 公关事宜 柳月要去北京送稿子 那一定是给中央级大报送稿了 其实我知道 送稿子是个由头 真正的目的是和中央级大报 拉关系 请客送礼 为以后的宣传打下铺垫 虽说全国都在禁止有偿新闻 可是那些中央级大报的门槛 还是很高的 第十集想要在上面发重投稿 除非是大领导批示的重要典型 否则不花点代价 是不可能的 这是上下皆知的潜规则 其实上面天天抓整顿 指责下面的素质低 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下面 而在于上面 就是因为上梁不挣 下梁才会歪的 整人先挣挤 自己做不到 却要求下面的人做到 何以服人呢 其实我知道 那些天天大奖特奖 禁止有偿新闻 树立新闻职业道德新风的人 正是有偿新闻 败坏新闻职业道德的 最大实践者 正所谓贼汉捉贼 真正的大部分的干部群众 是好的 风气正是被那些 所谓的少数精英 所带坏了 我随意地又往前翻 翻到九月十日那天 我看到上面用铅笔写着 一 教师姐送小家伙的女友鲜花 二 看电影 三 小家伙发的稿子 柳建国 我一愣 小家伙 这不是说的我吗 刘悦原来背后 自己称呼我为小家伙了 我嘴里憨着抱抱躺笑了 心里觉得乐滋滋的 柳月不管怎么称呼我 我都高兴 上面写的这第一项 我知道 柳月的鲜花 被锦儿带到学校宿舍去了 这第二项 看电影 是什么意思 那天我和柳月 还有老三蓝姐 一起兜风去了 然后在新世界电影院门前吃宵夜 没有看电影啊 倒是看到了杨哥和黄英一起看电影 那柳月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这第三项 小家伙发的稿子 柳建国 发稿子我知道 说的是我体验在一线的稿子 柳建国 一定就是说的 我文里提到过的柳建国了 他专门提到柳建国 是何用意啊 我琢磨了半天 没有琢磨头 又往回翻了一页 在九月十一日 看到上面潦草的写了六个字 小家伙 柳建国 小家伙后面是探号 柳建国后面 是一个探号加一个问号 这又是什么意思呀 我摇摇头 拨在翻阅台里了 正儿看着柳月的电脑 电脑没关 柳月的电脑真是好啊 崭新的 我握着鼠标随意地看着 无意中我看到了一个文件夹 名字是 江月和年 我的心一跳 看看官司的房门 犹豫了片刻 电机打开了文件夹 脑袋急切地凑进了 电脑屏幕 柳月的文档 稍有密码 我打不开 很失望 可是不想放弃 我知道 偷窥柳月的隐私不道德 可是我无比地好奇 让我仍然想看一看 柳月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但是密码阻止了我 我试着输出了几个密码 先是柳月的生日 失败 接着是我的生日 仍然是失败 接着是柳月家的电话号码 仍然是失败 柳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失败 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失败 杨哥家里的电话号码 失败 杨哥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失败 杨哥的车号 失败 杨哥的生日 我不知道 尝试了半个多小时 我没有任何收获 我灰心丧气地 瞪着柳月的电脑 看着文件夹的名字 江月和年 年 月 和年 江月 我那脑子猛的一个机灵 立刻输出了我和柳月 第一次醉酒 发生关系的那天日期 老天哪 成了 原来密码是我和柳月 第一次那个啥的时间 文档打开了 我又描了描门口 像做贼一样 急切地去看内容了 柳月的文字很散漫 很随意 我宁神去看 从来没有给自己 写东西的习惯 不是因为懒惰 而是因为不敢面对自己 不敢剖析自己 是因为总想让自己逃避 是因为不想让自己 在痛苦里纠缠太久 太深 可是无意中看到了 小家伙电脑染盘里的心语 触动了内心的某一根神经 他写心语 我也写点吧 就当是自己和自己聊天吧 就随便写一点吧 就当和自己闲聊 就当对小家伙在梦里聊天 我不敢称呼他为阿峰 即使是在我一个人 在我自己对自己的时候 也不敢 那会让我 刺痛了自己 可是我还想暗地里 找一个比较亲密 而又不伤痛我自己的称呼 那就叫他小家伙吧 这个称呼很好玩 谁都不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 看到这里 我笑了 心里暖暖地 继续往下看 现在是深夜了 我却还在办公室里忙碌 刚刚弄完了一个大型材料 好累啊 腰三倍痛的 这个时候要是有人给我吹吹背 揉揉肩 多好啊 这时候小家伙可能早已经进入梦中了吧 拥抱着他的情儿妹妹 我却还在电脑前忙碌着 看着窗外深邃的静静的夜空 看着天空中的皎洁的月亮 我心里突然一阵潮涌 此刻我想的 盼的念的比谁都多 好像整个世界 把我的整个身心都抽走了 很多时候在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好脆弱 白日里坚强的外壳 此刻仿佛被击破 我静静地沉思着 内心情感地潮水涌动着 突然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 这么多年 除了在小家伙面前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男人 面前流过泪 可是在我一个人的时候 每当回忆往事 我却总是止不住自己泪水奔流 无法自意 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这样的流泪了 我总想让自己坚强起来 可是总是无法做到 我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 想起了我的弟弟 想起了我爱的和爱我的人 在这样的时候 我经常会痛扯心扉 我的天空 我的心情是一片灰色 有种无助的感觉 此时此刻的我 有很多委屈 却不知道对谁说起 回想的过去 我无法用文字告诉自己 不可以流泪 小家伙 你看我多虚伪 即使掉了眼泪 心里还一直舍不得放弃这个文字 也许时间再怎么流逝 也带不走我心中的伤痕 也许一旦复出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你只对自己说 我可以很坚强 我一定可以的 可是一到了深夜的时候 我的心又出卖了自己 我活得好累好累 我好累 我好痛 我好累不知道 是自己想的东西太多 还是找不到自己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导致是第几次 小家伙让我痛手心扉了 有时候我好恨我自己 为什么执迷不悟 有时候我想不认识 小家伙多好 既无伤心 也无烦恼 然而现实是这样 我认识了他 这个可恶 可爱 可恨的小家伙 以后的日子里 我只有选择沉默 这种痛我不知道 何时才是个尽头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自己 我一直以为可以骗自己 我在自欺欺人 我们的感情 也许注定是这样的结局 为了小家伙和秦儿的幸福 我只有默然地离去 一直以来 我对感情都是一种奢望 一种永远没有结局的期望 因为小家伙给了我 一个美丽的现实 给了我无数的感动 当我发觉 我全身心去投入这个梦的时候 一步一步地陷进去的时候 不能自拔 结果是坐紧自负 爱不能说痛 我只好忍着不说 但泪可以不让它掉下来吗 不可以 因为此时我早已是泪灵满面 我不知道我需要多长时间 才可以真正地把小家伙忘记 我不知道我还是否有 想小家伙的资格和勇气 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份爱 这份心痛 将会伴随我一段 很长很长的日子 我不愿说这一句话 可是爱不能成为亲伴 所以选择放手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放弃心灵的期望 放弃某种思想 这时就会生出一种伤感 然而这种伤感真的好痛 我知道 我必须去祝福小家伙 祝福他和他的情儿 我绝不允许自己再去伤害 一个无辜的心灵 我知道情儿是无比地爱着小家伙 那种爱 我可以体会的 其实只要曾经爱过 我也就知足了 这世界给予我的已经太多了 能让我生存 能让我长大 能让我活着 能让我享受到人间的真爱 能让我感受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 我够了 满足了 希望看到小家伙和他的情儿 走入幸福的殿堂 希望看到他们的美满和幸福 他幸福 我就幸福 虽然这幸福带着瑟瑟的酸楚 不必因为爱着没有得到而悲弃 放弃的爱 定格成一道永恒的风景 让一切随缘吧 有一种爱很美丽 它叫放弃 如果因为我的自私 而伤害了许晴 我会复旧终生 自己也同样不会感受到幸福 这样的幸福 不是我追求和向往的 绝对不可以 看到这里 我嘴里的棒棒糖停住 我的心僵住了 我的时间停滞了 我的大脑呆住了 原来当初柳悦和我绝交 不是因为我的欺骗 也不是因为我的地位 卑下和年幼无知 而是为了成全我和晴儿 为了弥补自己对晴儿造成的伤害 在我和杨哥之间 柳悦一定是更爱我的 可是为了我和晴儿 他舍弃了我 而其选择了杨哥 在现实和世俗面前 柳悦认定我和晴儿是最合适的 他无理无奈地做出了自己最后的抉择 我的心痛苦地思索着 没有再继续看下去 正在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这是柳悦开会回来了呀 这就是柳悦的脚步声